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有很多事情特别都是令人糟心的事情 特别让人担心 我之前的节目我曾经做过一期 担心排华这么一个主题 因为像现在这么一个事情 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 这么多人中招 这么多人失去亲人 他们能不对我们这么一种族群产生一种怨恨吗 这是肯定有的 而且今天我去看新闻 我直接就是搜索排华 结果你一看 有很多新闻都是近期发生的事件 最新我看到是一个是在美国的德州 在美国的德州 一个人他就是因为这个事 他仇恨亚裔 然后就开始就是进行了一些人身伤害 这个新闻你看这个人 19岁的何赛 我一看这个人的面孔以及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墨西哥人 他名字也是一个 大概率是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 像这种面孔 这种肤色以及这个名字 八成是来自于墨西哥的移民 而且这个新闻的重点 大家看他将面临仇恨罪指控 他将面临仇恨罪指控 咱们就根据这个新闻 咱们来进行一下解读 首先这只是一个民间的行为 德州发生了针对亚裔的犯罪事件 这只是一个民间的仇恨的行为 这不是政府的行为 政府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政府 那些文明国家的政府 他们不会从国家层面去排华 这是今天我要说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西方国家他们不会以政府政策主导去排华 不会 他不像印尼以前搞的那个排华 那是政府主导的 在北美不会 在英国不会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都不会 而且一旦民间有人因为这种仇恨 去对亚裔对这种东方面孔的人进行伤害 肯定会得到惩罚 你看这位凶手他不是面临一个仇恨罪的这么一个指控吗 当然了这种民间的情绪是不可控制的 那么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排华 这种民间的排华 面对这么一种民间的排华 海外华人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边我也是总结了几条 咱们就是慢慢揣扯 第一个所谓的拥枪自保 很多人都说我们要拥枪自卫 没问题 这一点我支持 在一个合法的前提之下 你可以去拥枪自保 而且以前在美国也发生过 针对于韩国人的那种打打抢的事件 韩国人他也是自己组织起来 然后开始拥枪自保 结果那些美国的黑人 他就不敢去打打抢韩国人了 觉得韩国人不是好惹的 可以自保 但是一定要在一个合法的前提之下 我的节目已经不止一时的说 我要做一个合法的公民 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做一切事情都要在一个合法 守法的前提之下 而且在很多西方国家 也是允许民间持枪的 包括在西班牙 近期我也打算去考一个持枪证 搞一把点22的小口径口腔 咱们不是专业出身的 拿一把小枪防身就足够了 合法的不要断章取义 那么第二点 既然是生活在海外 我觉得一定要去适应当地的生活 任何一位海外华人 特别是第一代移民 从小在国内长大的 后来去到国外的人 你既然离开了中国这片土地 你离开 你总有一个离开的理由吧 或者说在当地你生活不下去了 你赚不到钱了 或者说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离开的理由 后来选择在海外生活 在某个国家定居 那也总得有一个留下来的理由吧 这个国家人民对我很友好 这个国家气候宜人 这个国家做生意 这种政策比较公平 赚钱比较好赚 勤劳能够致富 这是不是你留下来的理由呢 留下来之后 你要适应当地的生活 探索这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 风土人情 是不是都要去了解呀 最起码你在这个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 你能够以理相待 你不传播仇恨 这可以做到吧 当然我今天我所说的一些华人 只是说部分 我不是说所有人 我相信有些人的脑子 他是清醒的 大家可以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但是你不要去对号入座 现在我展示这张图片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说什么我要回美国去了 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去 顺路到韩国英国 德国 法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去看一看 你看这边什么火神山 音乐 什么重南山 雷神山 说这些说这些 这个内容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 仇恨太多了 太多仇恨的言论了 如果有外国人把这些内容 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在当地流传 你想想当地人会怎么想 你可以去设身处地的 从一个当地人的角度 在一个美国人角度 如果我是美国人 结果中国人这么去看我们 那我该怎么想 我气不气 我恨不恨呢 我有没有情绪波动呢 我会不会思考呀 你不管这段文字 它是民间某个人写出来的 还是经过官方的受益之下写出来的 这不都是在加剧华人和其他族群的矛盾吗 人家对华人能有好印象吗 这么说没说错吧 而且像德州排华这个商人事件 好吧 咱们就暂且当他是排华 好吧 而且在其他地方呢也发生了 针对这种亚裔人的这种言语攻击呀 或者说是推荡呀 打骂的行为呀都有 那么大家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人家不排台湾人 为什么人家不排日本人 为什么不排新加坡人 而且反而人家听到了你是日本人的时候 反而对你是以理相在 反而对你是尊敬有加 为什么想一想 这就延伸到我说的这个第三条啊 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我认为吧 华人的这种仇恨思维啊应该是占了非常大的原因吧 咱们就说点历史典故啊 你比如说一百多年前的这个八国联军进中国 我相信有99%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一次丧权辱国的战争 哎以前我也这么认为当我还是一个傻逼的时候 我也认为八国联军进中国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战争 那我现在的看法是什么呀那是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进行领土占领的基础之上 同时向这个愚昧的民族强行的去灌输文明 这是我看待八国联军这么一个事情 甚至我的朋友啊他的言论更加激烈 他这么说的 中国以后是否要走向文明 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基督文明是否对中国进行领土占领 哦这话说的太那个了 那我这么一说三国相是一个汉奸呢 其实这个观点他并不是我的原创啊 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他的原创 他的原创是怎么说的 他说中华民族要走向文明 需要被西方文明殖民300年 300年够不够我还很怀疑 这是刘晓波的原创 人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这么说的话 你要是说我这汉奸 那刘晓波是不是一个比我更大的汉奸呢 我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稍微扯了有点远 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西方是坏的 总是亡我之心不死 那是不是都是被老共灌输的概念啊 那些看我节目的 有很多真的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那些在北美澳洲英国生活的华人 你们班这手指都数一数你认识的当地人啊 他们对你是好还是坏 他们有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情 或者说他们不仅没有伤害过你 反而还经常帮你 你以为你是外来移民吗 他还经常给你提供一些便利 有没有 我相信很多人都受到过当地人的帮助 包括我也有 我在海外我也受到过当地人的帮助 那么就要去思考了 你在国内接受的仇恨教育是不是错误的 是不是老共他想让你去仇恨 结果你就真仇恨了 这么傻逼逼的就仇恨那些美国了英国了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了 他们都是坏的了 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还是改不了这种仇恨思维 那咱们再换个角度 从这种西方国家来看 你看这么些年这些国家 他接受了这么多来自大陆的移民 以及难民 到头来自己不落好 这些移民有很多人还是仇恨我这个国家 当然了我不是说全部的中国人 我说不愤不要对号入座 很多华人到了美国去生活 依然是仇恨美国 还老是想挖资本主义墙角 你长此以往人家当然烦了 而且咱们就数落一些具体的事情 你哪些事情招人烦 那比方说 人家香港人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去争取五大诉求 结果中国的小粉红老粉红们就骂人家香港人是废青 如果有人去支持香港人 那么就会被招来一顿CNMB的臭骂 甚至是人身攻击 那前一段时间 那个小粉红打保安事件都还记得吧 那么咱们再进一步举例子 比方说武汉的事情 包括川普在内很多人都说 这并不是地狱歧视 并不是歧视武汉 是因为事情它起源于那里 它爆发于那里 所以才提武汉 但是很多人上纲上线说 人家就是种族歧视 叫人家道歉 不道歉不行 你不道歉 我就要履行我游行示威的权利 我要举着五星红旗上街去唱国歌 那人家李文亮医生走的时候 怎么没有人去履行自己游行示威的权利 上街去游行去问责政府呢 在国内没有吧 还好了 像那种英国 美国 加拿大 那些传统的白人 他们还是有着非常高的素养 他们对自己的言行还是有着一定的约束 对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说他们不会去轻易的去伤害别人 而且今天我列举的这么一个新闻吧 像德州那种伤害亚裔的这么一个新闻 我也敢肯定这是一个拉丁裔的移民 墨西哥移民 这只是一个民间的个案 它并非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排华 什么叫政府主导的种族歧视呀 那是当年的纳粹德国 他们针对于犹太人的罪行 这是政府主导的 像今天这种事情不会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呢 东扯扯西扯扯 所谓大道理呢也讲了一堆啊 如果很多人还是没有搞清楚啊 这个排华的概念 还是觉得西方人在歧视华人 那么我最后我再总结一招 非常有效实用 那是什么呀 你跟老共划清界限 你跟老共划清界限 就算你是真心的去热爱党的领导 热爱共产主义 热爱毛主席 要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好这一点我改变不了你 我承认 但是如果说以后你遇到一些当地人 他对你有恶意 他对你言语攻击 甚至想要对你人生威胁的时候 你可以把错都推到老共身上 这可以吧 这都是共产党犯的错 我们都是受害者 这都是共产党犯的错 我们都是受害者 这句话你用当地的语言 你能够说出来吧 英语或者说是其他的语言 你能够说出来吧 我没问题 你呢 你只要这么一说 那些对你不友好的当地人 或许就非常有可能 对你是180度的大转弯 他的态度 那很多人想了 跟老共划清界限就这么有效吗 举个例子啊 就好比你上学的时候 期末考试 你打小抄是一样的啊 虽然说你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但是你抄对了 老师他批倦的时候 他就会想 这孩子掌握知识了 虽然说你不理解 为什么跟老共划清楚界限 当地人就不会伤害你 但是人家老外人家会想 人家有这个思考能力 原来这位中国人已经搞清楚 独裁专制的危害了 那自然就会对你友好的多 你搞不懂独裁专制的危害 人家当地人能搞明白 那再退一步说 就算老外他真的要是 对你进行一些人身伤害 我上面我也说了嘛 在一个合法的前提之下 你可以用枪自卫吗 中国人嘛 你不要总是对同胞下手这么狠 你有种在老外想要伤害你的时候 你把獠牙晾出来 你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 我有个朋友他就做我当地人 当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当地人小伙子 喝醉酒发酒疯 我这个朋友当时是老爸还是多大新鞭 应该是当地人小伙子做的过分 我这位朋友一点都不惯着 直接两拳就打上去了 打完还叫警察把这小子给逮走了 我这位朋友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 他知道自卫和犯法的红线在哪里 不要以为我是亚洲面孔 你就跟我耍横 我不惯着你 这是中国人他融入西方社会了 自己的权利要争取 自己不只是也不怕事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守法公民 话里说到这儿吧 对于很多海外华人 我觉得不要去仇视西方人 他们并没有排华 或者说即使是人家要排华了 很多事情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能不能反思 能不能反省 一个懂得反思的民族 懂得反省的民族 懂得认错的民族 他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好吧今天的节目呢 就做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你当真是小人做梦 我从天降 不是 不对 是咱们自个儿 一步一步 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报应 咱们才做梦 带走 也尽 别人 希望别人